由诚意 古丽奈扎等主演的古装武侠剧《釜山海》 无疑是一众在拍剧集中最受关注的剧集之一 虽然剧集才刚刚开拍没多久 但在各种拍摄路透曝光下 整部剧的热度和人气却是不断上涨 妥妥的微波鲜活 这部今日关于男主诚意的一组拍摄路透曝光后 也是再度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相关画面中 只见诚意再度解锁了全新的古装造型 经典的古装武侠竖发 搭配上一身墨绿色的服装 手持常见的造型 可以说是帅出了新高度 再加上此前曝光的白衣造型 诚意在剧中的所有装造 都呈现出了非常高的品质 再度给了我们一惊喜 毫无疑问以赴山海目前的热度 即便是目前除了男主诚意外 还没有其他主演拍摄路透曝光 但在诚意表现如此出色 再加上整部剧豪华主创配置加持下 赴山海已然成为了未来最具期待值 也将会是全新武侠天花版的作品 况且说起诚意 大家有了解过他吗 诚意原名副诗奇 1990年5月17日 出生于湖南省淮画市陈希县 中国内地男演员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他的演艺生涯始于2011年 在古装剧《唐公美人天下》中 首次触电演艺圈 最后他在电影和电视剧方面 都有出色的表现 2012年 他在惊悚爱情电影《鬼爱》中 饰演苏杨 2013年 他主演了青春爱情电影《原谅我》 《来不及爱你》 2014年 他在革命题材剧《爱在风起云用事》中 饰演李佩军一角 2016年 诚意因在玄幻剧《青云志》中 饰演沉稳中意的林京宇 而获得广泛关注 同年 他还在湖南卫视校园祭时节目 一年级毕业季中担任科班生队长 2017年 他拍摄了《猛宠动作》电影《营救汪新人》 饰演男主角《成斌》 2018年 他参演了网络剧《怒海前杀》 《青岭神术》 《原名盗墓》 《笔记》 饰演张启玲 近年来 诚意的演艺事业更是不断攀升 2020年 他凭借播出的《古装仙侠剧流离》 获得更多关注 2021年 他主演的古代传奇题材电视剧《与军歌》 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同步播出 应得了观众的广泛喜爱 此外 诚意在音乐方面也有所涉猎 他曾演唱过多首电视剧和电影的主题曲和插曲 如《网川》 《如果我是爱助你》 《生如狂澜》 《情人舟》等 总的来说 诚意是一位多彩多艺的演员 他的出色表演和良好形象 应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 而且诚意不仅在演艺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他还在公益活动中展现出他的社会责任感 他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 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呼吁社会关注并帮助他们 除了在电视剧和电影中的出色表现 诚意还积极拓宽自己的演艺领域 他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挑战自我 展现出了他的多面性和深厚的演技 无论是在古装剧还是现代剧中 他都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 将角色的清淡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外诚意还一起阳光健康的形象 受到了广告界的青睐 他成为了多个知名品牌的代言人 展示了他独特的魅力和商业价值 诚意在演艺圈中的努力 和付出也获得了业界的认可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肯定 包括演技类奖项和人气类奖项等 总之诚意以其扎实的演技 出色的外貌和阳光的形象 成为了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他的演艺事业正在不断攀升 相信未来他会给观众带来 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诚意的演艺之路仍在不断前行 他对于表演的热情和执着 让人深受感染 作为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演员 他不仅在演技上不断挑战自我 也在个人素养上不断提升自己 在演艺事业方面 诚意始终保持住对表演的热情和专注 他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努力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角色之中 使得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生命力 他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不断拓宽自己的演艺领域 展现出了他的多面性和可塑性 除了演艺事业 诚意还十分注重个人素养的提升 他积极参与各种学习和培训 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他注重身体健康 坚持锻炼身体 保持良好的状态 以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 在人际关系方面 诚意也展现出了他真诚和热情的一面 他与同行和粉丝都保持住良好的互动 以他的真诚和热情 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尊重 展望未来 诚意将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努力前行 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展现自己的眼睛和魅力 同时他也将继续保持谦逊和努力的态度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诚意会在演艺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成为备受瞩目的演员 当然我很高兴继续为您撰写关于诚意的内容 诚意的演艺事业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相反他始终保持住一颗谦逊和进取的心 不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作为一个有追求的演员 诚意深知自己的不足 并愿意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来提升自己的演技 他积极参加各种演艺培训和研讨会 与业界前辈和同行交流心得 不断吸收新的表演理念和技巧 他对于角色的理解和塑造也越发深入 能够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演艺事业 诚意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争能量 他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 参与慈善活动 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他的善举和公益行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和担当 此外诚意还积极拓展自己的演艺领域 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和角色 他不仅在电视剧和电影中有助出色的表现 还在舞台剧 话剧等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他对于不同类型的作品都能够准确把握 将角色的特点和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诚意的努力和付出也得到了业界和观众的认可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肯定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演员 他的粉丝数量也不断增加 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总之诚意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演员 他的演艺事业仍在不断攀升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和业界的认可 成为了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相信未来他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成为演艺圈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诚意的演艺生涯如同一部丰富多彩的画卷 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他的才华和努力不仅让他在影视界崭露头角 更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作为一个不断追求卓越的演员 诚意始终保持住一颗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之心 他不仅在演技上不断突破自我 还在角色选择上展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风格 无论是古装剧 现代剧还是电影 他都能够有刃有余地驾驭各种角色 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刻画得入目三分 除了出色的演技 诚意还以其独特的气质和形象赢得了广大粉丝的喜爱 他阳光 健康的形象深入人心 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他的粉丝们不仅关注他的作品 还积极参与他的各种公益活动 共同传递正能量 在诚意的演艺生涯中 他也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和领域 除了演戏 他还积极参与舞台剧 话剧等形式的演出 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他还尝试跨界发展 涉足音乐 综艺等领域 不断挑战自我 展现出了他的全面才华 同时诚意也深知自己的社会责任 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他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 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担当和责任 展望未来 诚意将继续在演艺事业上不断努力和进取 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 他将以更加成熟的演技和更加丰富的经验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和深刻的表演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诚意会在演艺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 他将继续在学校中的演艺